一座又一座的回收厂 秘密麻麻的管线结构 巨型储存槽超壮观 台积电领军五家供应商 豪杂74亿 在中科厂打造全新秘密基地 全台第一座临费中心 正式商转 首度曝光 上市这一站呢 就是针对半导体的研磨制成 研磨液回收之后呢 经过了一系列的处理 固体的会变成矿石粉 那它可以再制成像是拖鞋 或者是无成鞋 那液体的硫酸酮溶液呢 则可以再进入到部分的制成使用 用在10颗清洗制成 氢浮酸产生的污泥堆积成小山丘 一番处理也能化身人造银石 继续成为钢铁液的注溶剂 各式化学废弃物来到这里 统统能点时成绩 在过去一年的市营运当中 我们所产出的再生产品 已经达到百分之百 云收标准 并且已经提供给台积公司 及其他产业 作为在地用的原物料 毕竟台积电不只有最大客户苹果要求 供应上2030年前 要达到百分之百碳中和 否则面临吊单风险 台湾2025年也即将开征 企业碳废不做不行 未来竹科南科厂区 也有望打造自己的零费中心 每年将为我们减少大约13万公吨的 废弃物委外处理量 占公司中科厂区 废弃物的85%以上 减少约新台币15亿元的环境成本 其他像是晶圆二哥联电 也斥资18亿 在南科打造循环经济资源创生中心 预计在2025年正式启用 封测大厂日月光则有资源再生中心 跟随国际趋势 半导体厂也纷纷掀起一波 循环经济大战 东森彩天新闻 张博详 叶子晶 台中报导